下集足球錦標賽已經進入四強階段 這場四強賽由雷劍衝對近子謙 雷劍衝就是總之身分出線 而近子謙只不過是刺明最高分數 原來一開始就用上次柴飛的招 這次近子謙你又難了 會不會又輸一百四十七度呢? 經過這次特訓,看你打得如何 子謙何時練成了手? 我也不知道 謙謙今天打得不錯,分得很近 子謙這次你也不敢拿出手架 未必要採取攻勢 攻守兼備才是一個全面的球手 可能他面對的對手太強 他終於明白這個道理了 勤子謙動高之嬌 一看就知道你用落地開花了 但你用左手,哪個右手好? 不要啊,也不可以省錢 你丟動高端 看你中心會負責任要賺? 你去向彈性眼鏡 要賺medi嗎? 看你反應 劉提死得好嗎? 你退後不用用了, 收起來吧 你自己退後就行了 臭小子之前懶惰不肯用的 你的招數現在不夠打了 是不是招鈔, 沒鬼用 瘋狗又不是我發明的 又沒有註冊, 人人都有權用 不過爭取你用得夠不夠高明 他幹什麼?他不是洞西吧 難道他想用低Q做出超級大退後 不是吧?我招鈔這樣退後, 瘋狗 這招怎麼打的? 但Ray這招能夠打得出 的確是頂級的高散 那這次我謙謙, 我一直輸 今天這個蹲球Caren, 滑掉真厲害 用右手是比較不一樣的 真像一朵花, 卻不知叫做落地開花 雷健聰要打到豪門球才能夠 救到這個球, 不用被扣分 但從這個角度看, 真是沒空的 難道我這個自動衰, 低Q也不行? 應該救不出來 想不到, 想不到智謙會有這一著 可以嚇射到Ray的洞西低橋 Ray打成這樣, 救了這個球也算厲害了 不過沒有, 整套叉燒送給別人 大局一定 太好了, 真是爆炸 雷建宗在這項賽事四強之貨 鄧子儼順利進身決勝 決勝他打成怎樣就不知道 但肯定已經成為新人我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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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胖子, 你也約這個人了 就算沒有你的唐冰一樣, 不會死 伯父, 感謝你肯贊助我 你不用感謝我 這是Hugo的意思 是你教我讓他嘗嘗的 我現在把近機交給他 正如你所說 我們全香港有多少個姓近 我們打死不離親兄弟 來 來 本來我真的很討厭你們父子 不過看你們現在肯贊助我謙謙 之前的事就這麼算了 謙謙, 你和Hugo都可以和好如初 你是不是應該想通了些事? 謙謙 對不起, 各位 香港這麼難接的事 唐丁, 你們在這裡幹什麼? 我現在是子謙的助理 是你來的, 你不記得和你伯母說嗎? 兄兄 我答應過他, 只要他贏了一場比賽 我就會和他合作 我是個手信用的人 你説是修先生的? 現在你算是反口嗎? 什麼反口? 我說修先生是不再做經理人 現在我只不過做一個小小的助理 是不是這麼趕盡殺絕? 我們其實是負責贊助 只要他和誰合作是他的自由 我們沒權干涉 兄弟, 眼睛寵你 不好意思 我告訴你, 我有一個人等你 說一定會見你 真的是你? 師兄 你還記得當年是你鼓勵我 再參加比賽嗎? 你說可以跟更多高手過招 令球技進步 你想說什麼? 我想告訴你, 參加比賽 由始至終, 我沒想過要追命重力 也沒想過要你活在我的陰影之下 沒什麼特別要花上去吃 智謙 這支以天嬌我送給你 同時我會退出阿錦菜 從此我正式收拾 永遠都不會再打場球 你這樣說什麼意思? 你敗屍的第一天, 我已經跟你說過 還有一天, 我會把以天嬌交給你 現在你的球技已經成功了 你跟Rate那場賽事, 我也有體驗 你已經可以做到弓手兼勵 你是絕對有資格可以用這支以天嬌 不過我有一個條件 就是我希望你不要再貼在唐丁那裡 你以為你肯送一支以天嬌給我 我就很感激你 你說什麼我都會肯答應 唐丁是誰你最清楚 他只是想利用你 沒錯, 他利用我東山再起 我利用他把我的桌球事業推到最高 大家互相利用有什麼不同 你這個人太誇張了 你不夠他玩嗎? 夠了 我想告訴你 我不需要你的忠谷, 我都可以生存 我不需要你的招式, 我都可以打入四強 我不需要這支以天嬌 我可以打敗威女, 打敗他的屠龍嬌 我根本不欺負這支以天嬌 你留給自己用 沒什麼的話, 我回上去 唐丁等著跟我簽約 我們替你做了一個是莫莫見留道 發現你還有一種叫 是莫莫色素變性的病病 是莫莫色素變性? 這是什麼病病? 這個病病, 英文簡稱RP 它會影響時光膜 令視力逐漸消失 初期患者會出現周邊視野收窄 和野蠻 情況繼續惡化的話 就會沒辦法分辨出顏色 最終變成管狀事業 那…可以怎麼治? 很抱歉 在醫學上 我們暫時還沒能夠掌握到 那個病病的成因 所以還沒有徹底根治的方法 那我會不會盲 我可不可以繼續打桌球? 小數這個病的病患者 是會完全失明的 大部分都會保留一些視力 不過至於說打桌球 以這個情況 最好都是給眼睛多點休息 不要令病情更重惡化 各位Youtube的觀眾朋友 大家好,我是Kelly 張希文 我是陳浩 我是袁威浩 我是何以婷 馬上訂閱這個Youtube頻道 收看TVB精選劇集精華 喜歡這條影片 記得記得按讚和分享 給我按讚和分享 給我按讚和分享 感谢观看